哈喽大家好,我是演员程毅 别再执着了 下载优酷国际版APP 看《沉香如蟹吧》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蟹》 和我一起沉浸时追剧吧 别动,咱们去哪里 有独若看旅乐 然后我们程毅老师来扫楼啦 今天我们要见证一下我们的 订阅老师来,第一次走 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 第一次走 一会儿我们就把门打开了 打开吗? 你觉得待会儿准备出汗吗? 已经出汗了 就只有我一个人吗? 我在里面,你放心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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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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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上班下班到几点? 没有点,没事早上几点 没有点 好晚 好晚 对 所以你就 这是 这是 奶茶 秋天了 大家 开一杯奶茶啊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先送给优客的人说 九个月的第一杯奶茶 好 欢迎我们的成衣好吗? 好 欢迎我们的成衣 那要不然我们成衣老师先 先说个哈喽 各位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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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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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的一切 谢谢 好 那我们先走到规定的位置 然后给大家送福利 好吗? 没有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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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首先呢 欢迎成衣来我们优酷扫楼 刚刚我问了成衣老师啊 第一次扫楼就送给了我们所有优酷的同学们 大家开不开心? 欢迎 那我们成衣老师先打个刀来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成衣 下午好 这是奶茶 成衣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九月的第一杯奶茶 有哪些人没有喝过奶茶 告诉我呢 要 要 要 我以为糖分已经够了 OK 那听说啊 除了我们成衣老师来 那大家也准备了礼物是不是 是 我听说有个横幅 来给我看看 来 可以 别再执着了 让我们做了你的地方了 来 成衣老师 都要顾所有的女生同学 都要做你的地方 都要做你的地方 那还是大家做 悬宴的地方 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喜欢这个角色 谢谢 喜欢这个角色 那其实呢 刚刚的这个名台词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来自于全夜的台词 那其实 李老师今天来扫了 帮我们带来了 介绍小朋友 首先这个是月饼 因为中秋节 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月饼 大家等我 可以吃一点 对 还有这个是奶茶 所以秋天了 大家可以喝一点奶茶 暖暖的 然后那个好像有点缩头 这个是 小饼干 大家可以当临时时 下午的时候 可以吃一点 对 陈老师 这个饼干 它有造型的饼干 哦 这个是 葫芦 葫芦 是谁的葫芦 唐州的葫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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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带来了今天的 陈毅老师 本人来到了现场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其实贴了海报 像我的右手边 陈毅老师这个角色 我非常的熟悉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演的 葫芦 这个是我演的 选一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我演的 音乐 喜欢吗 喜欢 OK 那想要问一问 陈毅老师 这三套道型 你演终你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我自己 对 这三套道型 如果你自己挑的话 我会最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是吗 我喜欢 那 好吧 老师选 就我選了 所以我们 乔宜老师很充分 粉丝喜欢哪一组 我们就喜欢哪一组 OK 那想要替所有 优妇的女生朋友 来谎 都鼓励了 因为其实三个角色 大概有三个不同的 男友的类型 所以如果是 要给我们的 优妇的女生朋友们 来安替男友的话 骨折唐中 亦渊 王泉燕 他们三个写更适合做男朋友 那你们想知道答案吗 都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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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是这三个角色 来 给我们推荐一下 这个太难了 因为每个女孩喜欢的男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能遇到三观一样的 不同进步的 那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所以这三个 大家喜欢哪一个都可以 来我们来听一下 喜欢应援的 来大声的喊出来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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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中呢 一二三 一二三 各位举手是干嘛 还有些拼教是吗 OK 那王璇燕呢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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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中呢 一二三 一二三 OK 好 那接下来要问陈毅老师 如果你在这三个人当中 挑选一个 作为兄弟 作为朋友 你觉得他们三个 谁会成为你的首选 唐中吧 因为唐中还是个小孩 还是个少女 所以他 比较外困 没有 内心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 好 直接一点 那为什么另外两个就被怕死了 这一关人呢 王璇燕可能 有点太极致 一关人都 都给不住 然后 然后应渊呢 可能 心怀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呢 我觉得唐中干干净净的 然后跟我们陈毅老师一样 再包括今天的这身 健身look大家喜欢吗 喜欢 好 接下来 先生们 那接下来有五个 关于三个角色的问题 然后陈毅老师要来挑战一下 第一个是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当中 谁最渣 这三个角色 谁最渣 谁是渣男 我很认真他问你 就 都不渣吧 都不渣 但是 好像一要选的话 白糖 所以 还是王璇燕紫 三对 三对一点点 但是 他们也都是为了爱情 就对待爱情的方式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都是 非常 爱对的 好 OK 我们在角色当中 可以感受到你 这份爱 那接下来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当中 谁最可爱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看 对 就 黄州 比较 稍微可爱一点 我发现你有点偏爱 黄州是不是 老师 你问的问题好像 还适合他一点 是我的 是吗 OK 接下来 那你觉得三个角色当中 谁最会照顾人 嗯 因缘他 因缘最会照顾人 对 心怀 他心比较细 很多事情都藏在心里 不太会表达 嗯 我觉得很多人 也有很多男孩子 也一样 就是把 就是很多心事 放在自己心里面 默默去做 那么可能爱是一定 微信动吧 嗯 更适合一缘一点 好的 那 最后一个问题 反正不是我问的 感觉呢 这三个角色当中 谁最会得老婆生气 谁 宁渊 宁渊的票数高 还是唐周的票数高 我会知道的 其实都会得 老婆生气 那接下来 我们程雲老师有一个事儿 就是要替我们 替我们的 家爹 然后替我们的唐周 然后替我们的宁渊 签上名 然后呢 我们稍后会在群里面 好嘞 好嘞 感谢我们的程雲 这一次呢 替我们的 应渊 唐周 还有王璇一 也填上了名 你们要来马一吗 马一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程雲老师 本来来了 那肯定是要重美一下的 所以呢 一定是要安排的一个环节 就是程雲老师 就是程雲老师 大家都想听你唱歌 那要不要来两首 来两首 让你唱两句吧 那不是我的指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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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最后 那最后请程雲老师 带给我们所有優格 古学说几句话 好不好 因为第一次扫头 总是要留一点点 纪念的东西 嗯 因为第一次来 其实有点小紧张 还有就是 也是很激动 很开心 也希望 也希望大家就是 喜欢城乡 有些个城乡重罚 也谢谢大家们的支持 嗯 就是完了之后 我也会更加努力 来做更好的过程 来回馈给大家 谢谢 加油 加油 看了没有 我们程雲老师 真的很陡心 那接下来 那么多吃的 我们也来分一个 那大家就吃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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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让我们程雲老师 走出一条通道 然后把福利寿的感染 好不好 大家稍微的 让我们出去一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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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OK 来小心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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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大家 可是我想要战装 还是要战装 天哪 可是要战装 放到我们 哦 是要战装 就能战装 然后战装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给碰到脚了 慢走慢走慢走 好嘞 大家需要搭这水吗 小心 好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诚意扫楼感言是啥 真的出汗 我也是汗 别出汗 对 全汗 今天整个感觉很热情 谢谢 很好吧